为了让学生对家乡有更深的了解 外埔区的安定国小这学期开始制作绘本书 以校内压尖道的小压呢 一位好奇而偷溜出去却迷路 沿途经过了许多当地景点为故事线 将地方特色融入在故事当中 除此之外呢 音乐老师跟直笛队的学生也共同替绘本创作了配乐 这一天是举办了绘本发表音乐会 期盼借此让更多人看见安定之美 台上两位学生朗读着绘本的故事内容 安定国小这学期以校园里的鸭尖道小鸭为主角 制作成24页的绘本安安定定历险记 从两只小鸭迷路展开故事 沿途经过了当地公庙 头嘎醋还有农田与铁桥 充分地将当地风貌融入其中 他们准备要回家的时候 先去郑城宫里面 然后拜拜祈求 让他们回到他们家 所以第二天大早 他们就开始寻找曹德宝 说那些头嘎醋走着走着 他们就遇到了近江堂 还有别墅 还有庭院的狗哥哥 他们就朝着头嘎醋的方向往前走 就找到他们家了 有的小朋友画起来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这边是他经过的地方 那这水肠门他常常看到 所以他就会很愿意把这张图画好 有的画面是经过一修再修 然后他们自己觉得说 这张图我觉得修得很满意了 把它拿出来集结成册 老师在一旁指挥折地队伴奏 这次除了绘画创作外 音乐老师与校内乐队也花两个半月时间 替绘本创作配乐 由师生共同讨论剧情 一边练习一边创作 透过旋律营造氛围 以让故事呈现的更加完整 那个小鸭鸭走路 鸭鸭晃晃晃很可爱的样子 那再来就是中间转折插曲的部分 就是小鸭鸭就是在外面流浪然后想家 所以我们用小调呈现 那小朋友自己说出感受是 他觉得心有酸酸的感觉 然后再来是最后 就是回到了校园很开心 然后所以我们要呈现的是 很幸福的感觉 结合我们学校在推的师农教育 乡土文化 那跟语文方面的东西来指导孩子 会制成一个绘本 所以刚开始的绘本的一个发想 大概就从我们师农教育的那个为起点 那后来结合社区的整个情境 那孩子就是把它串联成一个故事 学校表示不少偏乡孩子憧憬都市生活 却忽略了居住了这片土地 有着许多美丽角落 透过亲手画出绘本与串联故事 训练他们的记录预表的能力 也让更多人看见安定充满特色的偏乡魅力 谢谢林宣 台东三部导